女歌手七天瘦四斤做了什么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减脂学习成果 可以说是提高减脂成功率的第一步 由我跟着老师学习的 营养知识和减脂观念上的更新 科学严谨很安全 希望真的对你们有帮助 首先是观念 减肥不等于减脂 每天上称没有用 数字不变只会让你更焦虑 我们不要看体重 而是要关注体脂率和维度 千万不要节食 只喝水对身体的伤害很大 哪怕瘦下来你还是会很容易反弹 咱们就是说把减脂这件事情 当成日常的喝水睡觉一样的日常操作 放轻松不要有压力 做就OK了 其次就是饮食的调整 这一周就是适应周 之前我喜欢吃高油高糖的食品 而且经常录节目 一录就时间不规律 饿了就吃 一吃就吃特别多 第一点的改变就是把高油高糖高热量的三餐 替换成低油低卡的 很多都是家常菜 一拳的主食 一掌的蛋白质 两孔的蔬菜 的方法来吃就OK 能满足一天的消耗 第二点就是主食的替换 我以前超级爱吃粉啊面啊 这些都属于精致碳水 现在是用粗细量各一半的比例 这样可以让我这里适应一下 一下子吃太多粗量 会让肚子胀气不舒服 第三点 多喝水 我每天都带着我的蹲蹲杯 无论是骑行啊 飞爬啊 录节目啊 我都会喝很多的水 因为消耗一克脂肪 需要三克水 喝就完了 第四点 睡好觉 睡好觉就跟不要敲 二狼腿一样的重要 好处多多 比如说会 你漂亮啊 然后精神很充沛啊 所以有更好的状态 面对第二天 而且抗压能力也会变强 第五点 每天要保证30分钟的有氧 那我的有氧呢 是早上骑行40分钟 然后到家冲个澡 嗯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这些就是我初步学习的分享 后续也要坚持跟我一起打卡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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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